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化层上寻找和探索的标志 到二十世纪初年 形成了这样一个名词 新文化运动 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并未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 却已成了旧战场 一九二零年 旧战场上的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发现了世界文化文明的三大体系 人对物的西方文化 人对人的中国文化 人对自身的印度文化 这人就是梁树明 第二年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 书中写了这样一个比喻 乌破漏雨了 西方人便将旧屋拆除 另建新屋 中国人翻修旧屋 以求不漏 印度人则努力消除 修建房子的欲望 东西文化继续哲学 进行一个理性的判断 中国的传统文化 虽然落后 大不能往前抛弃 西方文化 与它科学技术是好的 民族团体组织是好的 必须吸收各自的长处 重现构筑中国的一些文化 梁树明指证的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在争取进步的过程中 如何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 近代文明对中国形成巨大冲击 那么中国人在不断地要学习西方 同时又困惑于 怎么样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但或许是因为年轻 或许是对彻底否定传统的不满 也或许是因为一种睿智而深邃的自信 梁树明最终的结论是 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梁树明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 引起强烈反响 在整个新华运动的中西北大 大部分都是反对梁先生的 就认为 很多人就认为梁先生是封建的余孽 是农业什么社会的保守的代表 有关这方面的思考 梁树明在1916年就写过 《揪缘决议论》 当时北大的校长蔡元培 读了这篇文章后 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 将梁树明请进北大 教授印度哲学 梁树明没有上过大学 也没有留过洋 1917年到北大任教时 只有24岁 但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北大教旧学 这个年轻人自然成了 新文化运动的言敌 杏湘敬 杏湘敬 梁树明出身于一个 无钱而有债的世患之家 1898年 梁树明六岁 该启蒙了 说起来好似一件奇事 就是我对于四书五经 至今没有诵读过 只是看过而已 这才同我一般年纪的人 是很少见的 我在三字经之后 即读《地球运言》 因为在戊虚变法的第二年 父亲将梁树明 送进了北京第一个洋学堂 中西小学堂 梁树虽在朝廷做官 但思考国家大局 他支持变法维新 主张教化百姓 启蒂民智 中西小学堂 所欣赛的国家大学